- 周瑜原位 - 周宵板眼香 周宵板眼香有分两大类 第一大类 selection sigue - 绝读取它是用AI所设计的绘本 绘本名叫 se actor selek 阿庸不喜歡回部落 因為夢到奶奶 奶奶跟阿庸說 舟族的小米記 阿庸忽然對部落產生好感 進而想了解 舟族部落 會本裡面有提供 周語、國語、QR Code 及三首兒歌的QR Code 那我們一起也帶著幼兒來唱吧 GAME M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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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呢 我們會有提供字卡 讓大家是他們周族的豬語 跟一些稱謂 那阿庸我們有考考你 那山豬的那個 周語要怎麼唸呢 FULU 對的 是FULU 好 好 接下來第二個介紹的是 傍眼樂 我們有自己做衣服跟娃娃 像這個 對 然後 衣服呢 是小朋友可以自己穿上去 來體驗一下 對 然後 再來我要介紹的是這三個 這三個是E拉長 然後中間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 男子聚會所 他的周語名稱叫Guba 就只有男生可以上去 女生不能上去 這是一個禁忌 對 然後再來是阿里山小火車 就是 以前 常常運輸木頭的 然後現在是關關小火車 都可以上去做 然後 再來是 再來是就是他們的生活 就是以打獵 好像飼養 雞壓壓 就是 可以 可以就是自己殺 對 然後就是 最後就是種植 種植小米 然後像小米祭 祭典的時候 就是 小米 那些島媽祖的 都是以小米來 下去島 對 然後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 他們的 祖屋 他們的祖屋比較特別 他們的祖屋是用竹子編織而成 他們不像其他的祖 他們 別的祖可能是用 石頭堆疊 但他們的是竹子編織而成的 然後現在是介紹他們的 分食文化 他們的 烤肉架是 家家戶戶 門前都會出現的 一個東西 他們很愛烤肉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柔皮技術 所以他們可以先將 薑皮 撐搭之後 再用柔皮 讓皮本來很硬 變柔軟 可以製作成他們的衣服和披風等 再來就是他們的 固魚 這是阿里山特有的 魚 品種魚 然後是 寶玉類的魚 然後我們現在要介紹他的 黑紅藍白的意思 他們的黑色是代表著面懷 紅色是淨天地跟鬼神 然後藍色是和平 白色是他們的高潔的意思 謝謝